凉面是夏天每个家庭都喜欢的一道饮食 祝天下的父母亲大家假节快乐 那我今天吃了很多凉面 很多的惊喜也很多的spice 真的在里面的一个酱汁跟它的用法真的有些不同 我跟你讲现在在台湾真的有很多的小师傅 也慢慢的朝着你们方面去做 可是没想到你们在这样的一个年纪上 还可以做出这么创意的凉面 就感受到很深 可是在做凉面基本的一个东西 就是要它的味道跟它的香气 还有它排起来的那种感觉跟漂亮 第一就是那个配色跟摆盘 那再来呢就是创意 但是呢 其实今天最要分出最高跟最重点的呢 就是口味 还有这个健康 它凉面做起来 这个里面所加的元素啦 或者是这个味道啦 它吃起来对身体是不是 就是比较有健康的没有负担的 其实都是今天呢在一个评审的重点 很难得大家就是说在注重调色以外呢 才考虑到它的健康取向 那现在健康取向是我们大家都希望的 所以我觉得家里的成员非常的幸福 我今天呢觉得来这边就是打开眼界 没有想到说今天的凉面除了有传统 除了有养生 然后更是跨国界的一个料理 那我们可以吃到很传统的 比如说是焦麻花椒的口味 那也可以吃到说是从Mango Salsa 就是意大利面的一个艺式的凉面的做法 那我觉得说其实在口味上大家都非常的创新 而且我也很感动说各位参赛者他们在制作凉面的过程 无论是摆盘或是这样子上都上了非常大的欣喜 大家都不忘记自己家乡的口味 但是又用了在地的非常多的新鲜的 也许在台湾或中国大陆都没有建模的食材 然后创造出米粉这样可口 让人家喜欢的口味 凉面是大家很喜欢的一个食物 特别是在炎炎夏天的时候 那么今天世界日报在这个夏天来临前 举办这样的凉面比赛 希望大家分享这样的美味可口 然后迎接一个健康快乐的夏天 谢谢各位热情的参与 事实上你们是你们家里头每一位的 每家的第一名 今天来参加都是优胜者 但是假如鱼猪之汉的话 希望你们明年继续参加 谢谢大家 就把它切成一丝一丝的 直接把它摆在上面 这上面呢 我给它加一点点的鲜奶油 第一名呢 今天它的名字叫做 松香皮蛋表面 鲜奶油 今天也 영상是什么 它继续参加 好 它继续参加 一段参加 af